海上的垃圾 通常住在陆地上的人 真的不太容易感受 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角色的人 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他们的参与 那就是这些拥有船 特别是渔船的船长 船老大 他们就透过这些船长 一个一个这样介绍认识 那我们开始想问他们这个垃圾的事情 那我们就开始想问他们这个垃圾的事情 我们也很小心的去 希望不要冒犯他们 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都会透过很有趣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 我们曾经在淨滩的时候 撈到泡面 撈到一些东西 可是我们就觉得这泡面 好像不像陆地上卖的这些品牌 船长就会讲 那都是我们在船上吃的 他们自己就会说 那我们就问他那泡面盒子 他说当然就丢下去了 Bingo 我们就说 我们最近提到一些垃圾 撈到怎么样 那船长大就说他们都知道 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机制 就是他的渔船能够载的东西是有限的 出去他尽量要装多一点鱼嘛 如果他装的都是他不要的东西回来 装鱼的空间那个重量 实际上就受限了 所以在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这种意见去问一下说 如果我们希望海的垃圾被拿回来 它应该也要像渔货一样 是一个有价值的 不乱丢 这件行为应该被鼓励的 因为这样的沟通之后 船长他给我们一些很有趣的想法 他说那如果带回来100公斤的垃圾 这个是有钱的 那他可以在海上帮我们绕 这个想法就有趣了 这样的事情 好像我们过去并没有想过 可以被奖励的话 那我们应该有个奖励的机制 让他们愿意来做 所以在透过这样的跟这些渔会 船长到讨论之后 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机制 就已经浮出来 就是可以有签约 就是政府跟他们之间有一种 像协议 就是如果你是出的船 到海上 那你回来的时候 除了渔获你自己可以卖以外 你的这些不要的垃圾 不要的东西 你从海里面捞到的 或你收集到的 这些数量你帮我集中 那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政府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奖励 这个奖励是现在浮出来 所以在新北 在台北的这个附近 我们就陆陆续在最近的 这几段时间里面 去跟这些人谈过 现在已经有超过几十条的船老塔 都愿意签这个约 就代表这一个方式 对于船老塔 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 当然不是这个很好赚 而是一方面 他们有收入的补贴 外面他们也觉得这样做 对海上整个渔获 没有被污染 对他们未来的试验 也是一个永续的帮助 所以变成互蒙其力 透过沟通 然后让不同业界的人 可以互相的合作 为了美丽台湾的碧海蓝天 我们一起来海捞垃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